万马渡辽河,三军夜枕歌,城王朱将在,绿丧两师河,浮雀书河用,优势泪苦多,睫毛针脱尽,归艳望云罗。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了甲武感世,所谓甲武,正是咱们普罗大众所知的那个甲武海战的甲武,虽是清政府的办事不力酿成的悲惨结局,却也算得上是国恨国耻了,甲武战争牵扯要是过多,有战前的,有战时的,也包括战后的。 每一段提起来都是一段可说的故事,但要论传奇色彩,要论天马行空,任何一件事都无法出其右,这个计划差点让日本一败涂地。 最终却被一个女人把计划扼杀在了摇篮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公元1857年四川的一个小村庄里,一个戎马一生抱汗一生的英雄是人物出生了,他叫宋玉仁,光绪十二年,也就是公元1886年, 年仅29岁的宋玉仁考上了晋试,受汉林愿数集试,改任检讨,接下来宋玉仁要是平平稳稳的晋升升级,做到大官的可能性很大, 试图平不清云,未来一片明朗,本是不用太过操心了。 但胸怀大志的宋玉仁,不想碌碌无为,更不想安逸生活,他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和腐朽。 雪儿幽泽氏的思想营绕在他脑中,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大清帝国灭亡。 李鸿章曾说过诗仪长继以质疑,本身是带着天朝上国的眼光看待西方的。 宋玉仁知道,这是骗骗朝廷的说辞,面对先进的西方列强到底谁才是落后的敌仪,真的说不准。 1894年,怀揣着梦想的宋玉仁随着使团出使了英法,第一次看到先进的西方社会和他们的政治制度,宋玉仁清醒了。 他明白封建的老路走不通了,能带领大清重新赴墙的道路,唯有民主,唯有共和。 在英法的这段时间,宋玉仁考察了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。 维新的想法更加地在他脑中构建了出来。 回国后,他参加墙学会目的就是宣扬变法,宣扬民主共和,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川。 他历经图治创办了很多先进的洋竹,煤油,煤矿的公司,有领头创办了重庆历史第一家爱国报纸预报。 可以说,宋玉仁对四川的改革是大刀阔斧,也是精准有效的。 四川也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军。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时,宋玉仁还在国外考察,本以为不算大事的甲午战争给了宋玉仁当头一棒,甲午海战清军惨败。 北洋水师全体覆灭,这样的结局是宋玉仁无法想象,也无法接受的。 宋玉仁随后上书朝廷,称日本军队窝兵少财罚,持久足以困之这句话不是信口雌黄,反而彰显了宋玉仁强大的战略意图和眼光。 日本的军队是以战养战,只有及时取得胜利果实,才能继续驱动国家机器不断征伐,对待日本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他拖下去。 最后,日本自己就会拖不动不战而降,这样的理论最后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得到了印证,日本被中国人民拖了八年,最终无法缓和日本国内的巨大经济矛盾,战争的消耗又阻碍了日本的科技与经济发展。 最后被迫投降,宋玉仁的眼光是独到的,但若他只是一个敢说不敢做的清政府官僚,那么历史也不乏这种自以为是的小角色,宋玉仁做了什么? 他把他的理论付出了实际,在北洋水师战败后,他一面上书朝廷,万万不可投降,一面联系参议洋一致。 翻译王丰高向英国购买了十艘战船,又雇佣了两千多名澳大利亚水兵,打算从菲律宾南下一举进攻日本本土来一次前无古人的偷袭。 这次的行动看似荒诞,却有他的可行之处,英国的战船可以伪造商船,澳大利亚的水兵本身也可以挂上英国的旗帜,这十艘战舰可以堂而皇之地开进日本的领海,对日本本土骑袭,逼迫日本讲和。 宋玉仁联系了张之洞,刘坤一等朝廷命官拿来借款,又向英国银行贷款了百万英镑用来支付战舰的费用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 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,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泡谢贝奇,整装待发这是宋玉仁写下的原话,也让这段故事显得尤为的悲壮且遗憾。 宋玉仁的上书送到了朝廷手中,慈禧太后与李鸿章早已决定了和日本讲和无意再生事端,慈禧太后更是以旺生事端为由勒令宋玉仁回国,十艘军舰永远停在了英吉利海峡的港口,最后救国的一丝火苗就这样兴兴地被扑灭了。 1895年3月,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,割澎湖列岛,琉球群岛于日本,割台湾岛于日本,赔款两亿两白银。 从此,日本从一个东亚的雷弱国家一举翻身,击身列强行列,往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与这一次日本的富强脱不了干系。 李鸿章、慈禧等清政府应该为这一次的失败负全部责任,永远地挂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遭人唾弃。 宋玉仁归国后,郁郁不得志了很久,写下了《借筹记》,计述了自己在英国的一系列举动和自己计划的破产,抚咽私气。 《望洋而叹》是宋玉仁想抒发的主旨,在后来务须变法失败。 陷害革命成功,革命不光及了封建制度的命,更及了大清的命,这彻底打消了宋玉仁唯心变法的心。 终于大清的宋玉仁告老还乡,退出了政治舞台,回到了四川,做了几年的四川国学大学的校长。 1931年12月5日,宋玉仁在四川复顺去世,可叹先生一身为中国为人民做的事,多让人扼腕叹息。 不胜遗憾,入世在国难最深重,国脉最衰微,国人最迷茫的非常年代。 他显命西行,使劫四国,万里习窝,他奠基维新,重振数学,在巴蜀首创报纸。 宋玉仁这个史上最有行动力的愤青,完全捅破了书生本色的天花板,横跨纷繁世纪。 他的一生,体验了形形色色的改变,洋务运动,维新改良,君主立宪,民主共和等等。 还接触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家,李鸿章,张之洞,梁启超,孙中山。 每个人都自以为手握一把通向未来的钥匙,可送欲人的梦,无数中国人的梦,依然似近有远。 提起婉清,很多人都会想到闭关锁国,腐败,奴性。 而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也以清廷战败,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结束。 但是当时的清廷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,婉清有一位疯子大臣,如果不是慈禧太后阻拦。 这个疯子早就带人占领日本这座小岛,改写中国历史,这位疯子究竟是谁呢? 慈禧太后又为何极力阻拦她攻打日本呢? 话说甲午战争爆发,但当时的慈禧太后因为六十大寿在即,不想因为战争扫了兴致,也不想让颐和园停工而将钱财拿出来做军费,再加上当时李鸿章为了保存海军主力,不攻止防,也许这样也会拖垮日本军队,所以她主张暂时避战,待时机成熟,再向士气退去的日军反击。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,日本侵入辽东,一些大臣就慌了手脚,纷纷上书请求与日本和谈,甲午战争失败,中日就签订了马关条约,向日本割地,赔款。 然而在战争失败之前,一个叫宋玉仁的维新派人士就想要出兵偷袭日本小岛,但慈禧却拦住了她,还说她是疯子,若非遭到慈禧的阻拦,她就攻到了东京,直取日本,将其变成中国的一个省。 宋玉仁不仅不是疯子,她还被称赞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,她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打败日本,她又有怎样的计划呢? 1857年,宋玉仁出生在四川,家庭条件很好,但父母早逝,她就从小跟着自己的伯父读书学习,也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。 宋玉仁自幼就勤学苦读,伯父常常看见她房中的灯亮到很晚,她不懂的时候,也会积极地向伯父请教,从不浪费时间,一些无用的事她也不会去做,皇天不负有心人,她18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,相当于现在的本科生。 当时大臣张之洞在四川,为了选白人才,就开办了尊敬学院,四川初步筛选了三万学子,但最终只选取一百人,而宋玉仁就成功入选,成为其中的一份子,在尊敬学院之中,宋玉仁也凭借着自己的实力,成为尊敬四节之一,可见她的才华横溢,而她也想要走出去,看一看外面的世界,1886年,宋玉仁已经29岁。 在这一年,她入京赶考,顺利通过会试与电视,成为一名晋士,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生,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她,也被选为汉林院术集市,成为皇帝的晋臣。 宋玉仁发表了许多痛斥时势利弊的文章,这在当时腐败的清廷,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思潮,这也是因为她受到了很多新的思想,1894年,37岁的宋玉仁被举荐为参赞官,走向了更远的地方。 欧洲,欧洲各国的政治,教育等比较先进,宋玉仁怀着一颗爱国之心,希望能够学习一些先进的东西来救自己的国家。 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,期待将来革新变法之用。 在国外,宋玉仁还将西方的风俗、政教等编写成书,但也就是国外的这些时间,让她更加明白,清廷需要变法革新,摆脱落后的状态,走向新的世界。 但是宋玉仁还没来得及开始自己的报复,甲午中日战争就爆发了,1894年,朝鲜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,当时他们的政府无法应付,就向清廷求援,清兵赶往朝鲜镇压了这次起义。 但是日本却趁机攻打清军,清军被打得错不及防,连连败退,后来在黄海。 最强的北洋水师也被日军打得溃散,大将邓世昌因此牺牲殉国。 远在国外的宋玉仁听闻之后,他就开始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。 首先,宋玉仁研究了日本的兵力与经济,日本是一个小国,人数远不及大清,但是他们在军事力量比较强,大清虽然落败,但是还是具有实力的。 日本举国之力发动甲午战争,他们刚刚经历明智维新,工业刚刚起步,是经不起折腾的。 而且,日本钱财不算富裕,经不起长久战,只要清政府不一和,不给日本送钱,他们就撑不了太久。 摸清了日本的弱点,远在伦敦的宋玉仁就上书给慈禧太后,窝兵少财阀,持久足以困之。 也就是说,日本国力有限,只要大清和他们长久消耗下去,日本就会不败自退,不仅如此。 宋玉仁还制定了一套攻打日本的计划,这个计划虽然大胆,但也是得到了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,不过当时的主和派处于上风。 而慈禧太后,也不想影响自己的寿宴,不允许宋玉仁实行这个计划。 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呢?宋玉仁并非是纸上谈兵,他在国外的时候,对这个世界环境也有了一些了解。 他也明白,日本只是一个小国,除了军事力量,日本无论是哪个方面,都不及中国,百族之虫死而不将,更何况是拥有几千年文化的中国。 如果中国举国之力,打败小小日本不在话下,但是如果举国之力攻打日本的话,清政府也是不会同意的,那就只有齐袭了,宋玉仁想要带人偷袭。 进攻日本东京,来一招唯卫救赵,从而为清军脱困,在他的计划中,他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购买船只,但是船员不能用汉人,但可以向澳大利亚招募两千个士兵充当船员,船上挂上英国国旗,将军队伪装成澳大利亚商团,借由保护澳大利亚商团,从菲律宾经过,进入东京,进行突袭。 就算失败,日本也不会发现是中国所为,如果成功,日本军队就会立即从中国大地上撤出,回到自己的国家救援,中国再继续追击,将会大获全胜。 宋玉仁的计划虽然看起来是异想天开,但是也有成功的可能性,澳大利亚当时还是英国的属地,而日本与中国交战,澳大利亚也会受到影响,西方商会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也是常有的事, 而日本与英国也有贸易往来,所以挂上英国国旗,日本不会有所怀疑,但这项计划也需要花费很多钱财,宋玉仁打算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英国借款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宋玉仁筹备得差不多了,他联系各地的封疆大利以及他们所管辖的军队,只要慈禧太后一声令下,他们就能立即攻打日本,但是慈禧太后知道这个计划之后,颇为震惊, 下旨废掉了这个计划,当时清廷大都是固执且古板的人,清政府大败,而慈禧也打算向日本求和,如果让日本人知道宋玉仁要偷袭,难免他们不会生气,再次向清廷开战,宋玉仁的计划还没有实行,就胎死腹中,他被急召回国,他也只能将自己的报复与计划写在了筹借记中,记录了这一切的经历, 宋玉仁回到朝廷之后,慈禧就对他降了职,将其贬回汉林院,永不重用,而日本则可以拿着赔款休养生息,以备将来再战,宋玉仁满腔热忱 但眼看着中日签计丧权辱国的条约,他感到非常的痛心,之后,戊须变法失败,他对朝廷也彻底的绝望了,便隐居著书,不再过问朝廷之事,虽然说谁都不能保证计划是否成功,但同样的,谁也不能保证这个计划失败,如果清军尽力阻止日军,为宋玉仁攻打东京争取时间,也许日本就会失败,历史将会改写,那么列强看到如此英勇的清军, 也许就不会这么肆无忌惮,宋玉仁虽然是四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,但他孤掌难鸣,独目难知,像他一样站起来的人太少,睡着的人太多,清政府的腐败,古板的一些大臣,还有求和的慈禧,他们都没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成长,那一段屈辱的历史,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后人的心中,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,在战争期间,有人无所畏惧, 有人敢做王国奴,只有天下归心,共同努力,才能对抗外敌,护我中华 感谢观看